詞曲 李宗盛 那這邊 S 等於 負二 跟負三 是它的 pole 提點一下負二 跟負三 地方 那對應的 Impulse Response 是 1 的負二 跟 1 的負三 c 那這邊你們可以看到是這個 Impulse Response 會跟這個 pole 有很密切的關係 the rest 有兩個基底函數構成 1 的負二 c 跟 1 的負三 c 所以這個 pole 代表就是 Impulse Response 裡面 那些基底函數 它的成長的數量 如果有一個負 alpha 的 pole 的話 它的 Impulse Response 就有一個 1 的負 alpha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 Impulse Response 這些基本的基底函數 可以從它的極點 圈核 Function 的極點可以看出來 這是另外一個重要的觀念 那剛剛是 zero state response 那 zero input response 就是怎麼樣 讓輸入等於0 對不對 看其實條件怎麼 怎麼對這個輸出造成影響 所以這時候等號的 右邊等於0 因為輸入等於0 對不對 那可是這邊有 y dot 0 跟 y 0 所以我們要把 y 0 跟 y 0 有關的東西放到等號的右邊 所以我就可以求出 這個 y of s 這時候的輸出 對啦 是由 y 0 跟 y 0 造成的 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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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時候如果 我要求 inverse across 的話 我就要把這個部分 做部分分數 那你會發現 這邊分母的部分 實際上跟 上特正方式 還是一樣 所以這個 這邊還是有 s 加2 跟一個加3 就是1的負2t 但是加3 就是1的負3t 有沒有問題 那這部分 我們再求的是 0 input response 那0 input response 我們再看一下 它還是有 重要的特性 是什麼呢 這個 y 是兩個訊號做 先進什麼 對不對 1的負2t跟1的負3t 做先進組合 不是要先進組合 趁你的數字時候強加 要先進組合 英文叫做 異議的 combination 有過 有過 高三應該學過 好 所以1的負2t 乘一個倍數 1的負3t乘一個倍數 所以這個 y 完全由起始條件所引起的響應 它的基底函數 是什麼 1的負2t跟1的負3t 了解 所以 這邊我們會得到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0 input response 或是完全由起始條件所引起的這個響應 它的基底函數 和什麼基底函數是一樣的 1的負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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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GLS的分母 實際上就是這個系統的什麼 特徵方程式 那 Input response 的基底函數 由誰來決定 由Paul來決定 那 0 input response 它的基底函數 會跟 Input response 的基底函數是一樣 有沒有問題 你 再把它記起來 有沒有 你要了解之後才 要了解之後才 才記 光被 這個 沒有什麼用 遇到變化球 我就被散散了 我考試 考試 直球的機會不是很多 都是有些變化 可以嗎 剛剛四個重點 來 什麼是0 input 0 input 就是 沒有input的時候的響應 沒有input為什麼會有響應 沒有input為什麼會有響應 因為系統有70條件 可以 可以 這樣可以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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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點 就是 y等於 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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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構成去 它 會跟 這個 這個 系統的極點 會跟GRS的泡流關 你看 這邊 負而負三 這就是E的負而力 A的負三題 或是說 系統的極點決定 兩ly 這就是 無 exported 所以 這個 所以 哪 第四個 就是 Zero input response 它的響應 它的基本組成 跟 Kel基是一樣 都是由 Paul來決定 如果前面的係數不一樣 前面係數這邊 是由七子條件去決定 那這個impulse response的前面的係數就是看 圈車方權為什麼去做部分分析 部分分析分析的係數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啊 這四點 那再來我們要來討論一個 控制系統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穩定性 我們上一回有提到控制系統能夠 有四個重要特性 一樣四個重要特性 第二個特性是什麼 它有改變系統的穩定性 來一個好好的系統 你要是控制系統設計不好的話 趕快讓它變得不穩定 當然我們控制系統 它一個最強大的地方 它能夠把不穩定的變成穩定 或是把穩定的變得更穩定 可是它也有可能會設計不好 穩定的變得更穩定 所以我們這邊要來 研究一下 我怎麼去判斷系統的穩定性 我怎麼去判斷一個系統穩不穩定 那要判斷系統穩不穩定 我要先定義什麼叫做穩定 什麼叫穩定 那控制系統裡面有幾種穩定性的定義 這個穩定性的定義就夠了 這個穩定性的定義就夠了 因為我們討論是線性在十邊系統 這個穩定性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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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ded input,Founded output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是說 事實上這個意思 字面上就可以得到了 這個意思是說 Input如果是Bondy的話 Output也是Bondy 那這樣的話 就叫做 它是Bondy Bondy 它是穩定 或是講 用比較白話來講 如果一個系統呢 輸入沒有發散 輸出也不會發散 那這時候我們就說它是穩定 或是我們說它是BBO的穩定 BIPO的穩定 輸入不發散 輸出也不會發散 這個什麼意思呢? 輸入不發散 是正常越正確大越正確越大 或說你可以找到一個數字把它放得住 這叫做沒有發散 解解 所以這邊 這個穩定就是 輸入不發散的話輸出也不發散 這時候我們會說這個系統是穩定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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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輸入不發散 大部分的系統不都這樣子嗎 不見得 我隨便找一個 如果這個系統的轉移函數是s分之一 轉移函數的s分之一在幹嘛 laplus domain乘以s分之一 貪總面在幹嘛 貪總面在幹嘛 積分嘛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laplus domain是s分之一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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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位 越積越多越積越多 最後怎麼樣 爆掉 解解 所以 輸入有沒有發散 沒有 可是輸出怎麼樣 發散 OK 對 它不是be more stable 當然 上禮拜給各位看的那個導彈板車 它本身就是不穩定 一點點它感染馬上就爆掉 對 反正就不用講了 好 那 我們 我們接下來要來研究的是 一旦定義好 這個be more stable 那 我怎麼樣的判斷一個系統 是不是be more stable 那我們目前學習到 用什麼方式來拿入系統 我們會利用兩個東西來拿入系統 一個是太多面的系統 一個是腦巴斯多面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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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腦巴斯多面用完描述系統叫做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今天又白上了 描述系統用什麼 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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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麼數學模式來描述系統 蛤 Tensor function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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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太多面是什麼 Impossible Stops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自己下一個謊生 沒有想到還是 真的不會 真的不會 我們要從第一家頭裡面開始講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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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這門科目到目前為止 我們學習到用什麼描述系統 我們用什麼東西來描述系統 正式 function 正式 function 對不對 是不是 因為你有輸入 輸入 老化成全式 function 就得到輸出了 所以 GLB就是用完描述系統的一個 一個 一個數學模式 可以 它最原始 最原始 是從委會方程 出來的 可以 我們不喜歡做圍縫 平常喜歡做相乘 所以才會有 成縮方形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 學習到描述系統是用 成縮方形 不然就是用什麼 Inverse response Inverse response Inverse response 我們就要把輸入 跟Inverse response 做 conclusion 那 da plus這邊就比較簡單 da plus跟成縮方形相乘 是在Inverse da plus 所以定位給大家記 然後是部系統 用 成縮方形 或是用 Inverse response 好 那現在回來的問題 我們一旦要討論 一個系統 是不是穩定的話 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怎麼樣 如果給你 成縮方形或是 Inverse response 我也沒有辦法 直接從 成縮方形或是 Inverse response 去看出 它是不是穩定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有什麼樣的判斷方法 給轉移還是 我就馬上決定 這個系統是不是穩定 就這樣 這個S分之一 一看 這個系統不是穩定 可是如果是跟加二的話 它是穩定的 為什麼 這種接下來的研究 好 那所以 再回想一下 Beebo 的定義 如果這樣的話 Beebo 的定義 如果這樣的話 Beebo 的定義 Beebo 的定義 如果這樣的話 Beebo 的定義 如果這樣的話 Beebo 的定義 Beebo 的定義 Beebo 的定義 U 跟G 做什麼 Beebo 的定義 如果 U 是 bounding Y 在什麼樣的條件 會是 bounding 這個基要怎麼樣 才能夠讓 U 不發散 Y 也不發散 我們對 input response 的要求 這邊 我們來看它絕類史 看它發不發散 我們放個絕類史 就不用考慮到正負的問題 絕類史不發散的話 當然它的素質也不會發散 不加絕類史也不會發散 有沒有問題 一個訊號加絕類史之後 不會等於無限大 絕類史拿掉它 還是不會把到正負無限大 可以 所以這邊 Y 加絕類史 會等於什麼 在這邊對不對 積分之後再取絕類史 一定會小於等於先取絕類史再積分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個部分你可以接受嗎 所以會有這個不等 所以會有這個不等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舉手 可以齁 可以齁 好 所以 如果說 U不發散的話 我想說 U 它絕類史小於等於 某一個數字M OK 所以 這裡的U 都小於等於M的話 我就可以用M換掉 然後維持它的不等數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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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門課 很少數學證明 稍微練習一下 這個是 很少很少數學證明 裡面的其中一個 這個也沒有什麼 這個是 這個數學 對數學系來講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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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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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 像 河水一樣簡單的東西 所以 所以 我還覺得 這個小於等於M 乘以什麼 零到無限大 G OK 到目前這個步驟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所以 如果 U不發散的話 Y會小於等於 這個東西 那M 是 U的極值 那接下來 我會想 我會找一個條件 我找一個什麼條件呢 這什麼樣的條件 Y不會發散 Y不會發散就是 代表這個東西 不能夠怎麼樣 不能夠發散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東西不能發散 這個東西 它一定要Bounding 它一定要小於等於某一個數字 嘿 它不可以等於無限大 這個東西 如果等於SineT的話 SineT 不可以 SineT 不可以 SineT SineT 不可以 SineT 不可以 就變成 都是正的對不對 一座一座小山 可以 那一座小山 你越計越多 你到無限大 這個 這個 越計越多 最後子 是怎麼樣 爆掉 所以這邊一個充分條件 如果說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 如果小於等於某一個數字 它是bounding的話 U不發散 Y是不發散 對不對 那這個訊號是什麼意思 是七圓來的坡型 這個七圓來的坡型 才能有正有負 取決類值 就是要把負的怎麼樣 翻上來 可以 所以把負的翻上來之後 這個訊號呢 把它看它的面積 這面積不能夠發散 如果這個面積沒有發散的話 這系統是 Beable Stable 了解 所以 Input-re-runs對時間的積分 如果沒有發散的話 這個系統就是Beable Stable 你要拿個條件去判斷一個系統是穩定 會有一點麻煩 哇 每次拿到G 趁這個方法 我發現熊彈一波二波二波 哪有在做G 然後取決一直在做G 可是考一停 你就 時間會到了 我們要尋求更簡單的方法 什麼方法 剛剛第四點 是不是要你們記什麼 G-O-T裡面的 基底訊號 會跟什麼有關 它都是E的負αT的形式 對不對 E的負αT的話 那個α會跟系統基點有關嗎